聖ано being spoken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今天 跟大家一起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 미안。 受难的节期里面 我们思想 我们主耶稣死而复活的是 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 所以我把主放在我心中的 有一些很诚实的话 告诉各位 请大家带着祷告的心灵听 不管你是第一次到教会来的 还是都已经在教会很久的 我们主的死 主的受难 带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了 我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 死在十字架上的事 不单单是我们要纪念的事 乃是带给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的心中有急迫的事 如果我们传福音 我们为福音而活 我们心里没有急迫的话 其实那个不是传福音了 当我们主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祂把祂的宝血流进 甚至到最后 只有水流出来的时候 那祂说 最后一句话 祂说成了 成了 这个成了带着两个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 祂把祂所爱的人 从永远的地狱 那个极限的刑法里面 拯救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意义就是 因为祂担当了那个罪的缘故 祂把天堂地狱的那个真实带出来 叫信祂的人 在心中得到激动 非传扬这个福音不可 所以是得到一个心里的火热要传扬的 那这两个的意义呢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祂的受死受难所带来的事 我们一起看一段经文好吗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我很少跟各位很细读这段经文 但是这个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在所有祂的比喻当中 所讲的最直接的一个比喻 是有关天堂地狱的 这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上帝 创造天堂地狱的那位主 那位主他亲口所讲的 如果各位不幸 有一些去过天堂地狱回来 做的有一些见证 各位认为这个是一个梦幻的话 各位现在呢 那些不幸没有关系 各位现在直接读 我们主耶稣基督 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位上帝 祂把天堂地狱的事情 实现出来的是 我们一起看好吗 第十六章 十六章十九节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戏马布衣服 天天奢华艳乐 他的生活显示他的生命了 他天天奢华艳乐 他是一个财主 非常的有钱 又有一个讨犯的 名叫拉撒路 浑身身仓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冲击 并且狗来填他的仓 各位这个地上我们看过 有失败的人 贫穷的人 但是没有落魄 凄产到这个地步的 就是钱没有了 家人没有了 健康没有了 甚至连那个牲畜都侮辱他 把他当作死物 甚至到这个地步的 这个是我们主耶稣讲天堂地狱的时候 先讲两种人 很奇妙的 他要带出什么东西呢 第二十二节 后来那讨犯的死了 很快的 人一刹那间离开这个世界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亚伯拉罕那信上帝的 信心之父的他的怀里里面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痛苦 在阴间在地狱里面受痛苦 他怎样的痛苦呢 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那个乞丐 在他的怀里 就喊着说 我祖宗亚伯拉罕啊 可怜我吧 打发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指头尖 他的指头 一点点的最后的那个尖 放一点点水 然后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极其的痛苦 各位 这是很奇妙的话 人死了 还需要喝水吗 这个指头尖里面 放一点点水 各位水代表什么 水代表恩典 原来在阴间 最恐怖 在地狱 最恐怖的事情是 再也没有恩典 这个醉的刑罚 醉的后果 到了极限的极限 就是地狱了 就是阴间了 各位了解吗 所以呢 就一点点水 只有给我看到一点点恩典 我活在地上的时候 好像还有恩典 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各位 现在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该回想 你生前想过福 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危 你倒受痛苦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限定 没有办法的 有一个深渊 以致人要从我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 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 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 这是原理了 上帝定的 天堂地狱的 有一个深渊了 绝对回不去 过不来的 这个了解吗 二十七节 财主说 我主啊 即使这样 求你打发 拉撒路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我们做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 极其痛苦的地方了 那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 他们有圣经的话 他们有神的启示 他们有上帝 已经早就告诉他们的话 已经告诉他们了 救恩是什么 天堂是什么 地狱是什么 人死后是什么 人是怎样的 已经都说明了 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说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主亚伯拉罕 不是的 若有一个 从死里复活的 若有一个神迹 若我们能够看得到 我们的病得医治 我们能够看到 有某些的神迹 出现的时候呢 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必要悔改 他们必要悔改 这是地狱的人 已经灭亡的人 他们心里面 是这样想的 今天有很多人 是这样想 但是 亚伯拉罕说什么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若不能够被神的启示 圣灵光照的话 就是有一个 从死里复活的 给他看再多的神迹 再大的神迹 他们也是 今天的经文很简单 三样东西我要讲的 第一 第一要讲的是什么 天堂地狱是什么 天堂地狱的实在 它的存在是什么 这是第一要讲的 第二要讲的是 我们财主跟拉撒路 财主到地狱去 为什么拉撒路到天堂去 然后财主现在 他的生命 跟我们现在 很多人走的路 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拉撒路的生命是怎样 那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 他能够到天堂去 为什么他受这么多的痛苦 这是第二我们要讲的 财主跟拉撒路的事 然后第三 我们旁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们旁边有很多 还不认识福音 不认识永生的人 他们走财主的路 但是我们旁边 我们这信主的人 我们心里被激动 我们心里有急迫 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带着这样的心 向他们做见证 三样东西我要讲 各位弟兄姐妹 不管你现在 你的整个的生活 怎样的成功顺利 或者你失败落魄 这一切的一切 有一天都要结束的 也都会结束的 很快的 那个时候 人带着他的整个的生命 来到公义圣洁 审判万人的上帝面前 那时候朝见他 那个时候 因为他是圣洁 他是公义的 所以人要为他一生 所有的罪 所有的罪 他做过的 他想过的 他人知道的 或者人不知道的 他心里知道的 或者甚至到他 里面的那个 引发他会犯罪的 那个罪跟 这个罪呢 他要偿还的 他要偿还这个罪的 这是上帝讲的 这是圣经讲的 这是也是 其实人都会信 这个事实的 所以人呢 都知道 有要这个还罪的事情 要还罪的事情 所以人心里面呢 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惧怕 每个人心里面 都有一个刑罚感 所以想到 有罪的时候 自己的良心 良知是知道 自己的对错 对自己想的 自己做的 有一个对错感 对错的那个知觉 然后从这个对错里面呢 人产生要保护自己的心 人产生有害怕的心 羞愧的心 人都产生这个的时候呢 所以呢 要记得 要行善 这个东西 但是很奇妙的 这个罪是什么 这个罪呢 原来圣经说 罪是一个 各位注意听这句话 罪是一个 不能灭的邪恶来的 It's an evil that cannot be destroyed 各位了解吗 罪是一个 不能灭掉的邪恶来的 罪是一个 不能灭掉的咒诅来的 一直在那个地方 永远在那个地方 永永远远的 罪是永远的 各位了解吗 永远的 不能除掉 所以上帝要除掉 罪的方法是 他造了地狱 预备了地狱 对不对 然后最后的最后 把罪跟有罪的 全部放到 这个地狱里面 所以叫 这个地狱 永远跟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圣洁 隔绝 隔绝 对不对 了解吗 不能解决的东西来的 但是呢 很奇妙的 人被欺骗的时候 人心里面有挣扎 有刑罚 有羞愧 有惧怕的时候 自己呢 自己想 要解决这个罪 但是很奇妙的 越要解决 越被欺骗 越要解决 越被捆绑 越要解决 越隐藏自己 其实一直行善 一直积德 一直害怕 但是自己的良心 没有得释放 所以要守的规条 越来越多 害怕的事情 越来越多 这都是罪 所带来的 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们 但是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身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神自己拆派他的独身子 为什么拆派 因为人不明白 人不懂 原来罪是不能被解决的 罪的原理是一定要 那个无罪的那位上帝 他必须是那无罪的上帝 他自己为有罪的人 他担当那个罪 那个罪的咒诅 全部放在他的身上 然后他的身体完全被破坏 甚至死 降在阴间三天复活 只有相信接纳上帝的救恩的人 他才能跟罪隔绝了 那时候呢 他的罪得赦免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他跟罪隔绝 他跟罪再也没有关系的时候呢 那罪永永远丢在地狱里面 丢在地狱里面 有罪的在地狱里面 所以神 属神的人 在神的救恩 罪得赦免的人 才能得到永生 进到天堂 各位理解吗 所以罪呢 不是解决的 地狱不是坏人去的地方 地狱是罪没有被赦免的人去的地方 地狱是天堂不是好人去的地方 天堂是最得赦免的 最因着上帝的救恩 得蒙赦免的人去的地方 去的地方了 感谢主 所以这个财主去到地狱是为什么 各位 因为他的罪没有被赦免的缘故来的 所以他在地狱的时候 他极其的痛苦 他极其的痛苦 然后火烧着他 就烧着的时候 然后他说 不要不赖 你可怜我吧 那个拉萨路 以前在我的家旁边的 你给他的指头 沾一点点水给我 那个地方 我这里极其的痛苦 有一个火 一种火烧着我的灵魂 但是那个火是很奇妙的 那个火跟这个地上的火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上的火 如果烧了我的手 我的手失去神经了 没有事情了 就是继续烧吧 烧坏了 这跟地上的火不一样 这个火是一直永存的火 永存的火 是什么都火来的 我以前一直问 上帝什么东西来的 原来各位 各位知道吗 罪呢 是有咒诅 有后果 所以必定有刑罚的 必定有刑罚的 所以一个 我们地上的时候 我们现在还活在人间 现在还有神的恩典在的时候呢 我们地上有时候 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我们会感觉到那个后果 对不对 比如说你杀了人之后 你极其的害怕 你晚上睡不着的 那种恐慌 对不对 有折磨你一下 折磨你了 你犯了奸獰之后 你很羞愧 你绝对不要人知道这个事情 就绝对 你说了骗话之后 你的心里面的 一直愧疚 内疚 你贪了人的钱财 对不对 你自私自我的时候呢 你都知道那个地方 所以你不要被揭穿的 那个痛苦 在那个地方 但是呢 我跟各位讲 虽然是有这样的后果在地上 这个后果里面 还有恩典 在这个地上犯罪的人 还有恩典 对不对 还有恩典 各位明白吗 比如说 今天 今天 我很痛苦的睡觉了 很痛苦的睡觉了 然后呢 明天起来 还有力量 虽然我今天很绝望 我什么都没有 我破产了 但是我想 可能一年后 我的情况会好起来 因为我们人 现在还活在一个时间的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人说 时间能够冲淡一切 冲淡一切的伤害 对不对 痛苦能够冲淡 所以还有时间 人的情感 忘记了之后呢 没有事情 对不对 但是地狱不是这样的 地狱是永远 永远 你已经一万年之后 你发现还是在原点 绝望中的极其的绝望 痛苦中的极其的痛苦 羞愧中的极其的羞愧里面 在地狱 所以叫永永远远 那个罪的后果满盈起来 成为烧灵魂的那个火 所以所有有罪的在地狱里面 永永远远被烧 永远远被折磨 因为他们的罪没有被解决 这是事实来的 弟兄姐妹 所以他说 能不能沾一点水 起码有一点恩典给我 能够沾得到 没有了 你已经 我们中间有一个深渊 你已经去到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这就是地狱了 这就是阴间 弟兄姐妹 我以前没有这样明白地狱过 我不明白为什么圣经说 这个永不灭的火 永不灭的火 所以后来我心里面想一想 原来我们地上 一切是还有恩典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痛苦的时候 甚至我们在地上受到报应 我看到有些人受到报应 实在是有一些人 对不对 他们瘫了有些东西 害了有些人 他们自己的身体得到病 他们自己的家人 得到有一些问题 甚至有这个 我跟各位说 在这个地方还有恩典 你有病的时候 那个病的痛苦里面 你还有人照顾你 但是在地狱是 只有哀哭怯 你只有听到人哀喊的声音 没有办法看见另外一个人 你最爱的人 甚至跟你进到地狱之后 你没有办法看见他 这是永远的黑暗 人最怕的是黑暗 那个黑暗中的极其黑暗 孤单中的极其的孤单 就是在地狱里面 这就是那个财主 他现在看到的事情 然后圣经说什么 圣经说是 当人一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成为定局了 这个成为定局了 人能够得到救恩 能够接纳神的救恩 他的罪得赦免的时候是 他现在 他现在 还灵魂在这个身体的时候呢 他能够接纳 他的灵魂 一离开他的身体 我们讲的 silver cord is broken 那个意思 停了 那个是已经定局了 再也没有机会了 弟兄姐妹 然后那个时候 你过不去 他也过不来了 所以我很想讲一样东西是 有时候呢 我们在地上 我们看到 我们所爱的人 他们倒在床上 他们有病痛的时候 或者他们昏迷 但是他还没有断气的 那个时候呢 我跟各位说 如果在那个时候 他能够听到福音 他能够有一个福音使者告诉他 其实有救主 上帝预备了救恩耶稣 在那个时候 你不管他有没有反应 或者没有反应 或者他糊里糊涂的 他接受也好 还是不懂这样的 这样的也好 你继续告诉他 那个时候他还能听见 他还有气息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能听见这是恩典来的 这是恩典 我在大陆去的时候 我在大陆去的时候 我传福音 有一个弟兄 他忽然间 他的亲生母亲 原来他从小 父母亲是已经离婚了 他是住在上海 他的母亲是住在日本 他的母亲从来没有机会听过福音 然后呢得到癌症 他很爱他的母亲 然后由于他自己还没有信主 但是四个月前在中国 听到我的福音 听到我讲的那个基督的福音之后 他信了主 后来他的母亲带着癌症 有一天回到上海来办一些事的时候 他只有那几分钟 一个小时跟他母亲在一起的时候 跟他母亲就说了 原来有救恩 原来有上帝 你要信这位上帝 上帝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永生 然后给他读创世纪 他也自己不懂怎么讲 他只刚信主之后 随便翻就给他读了 就是这样 然后他妈妈就回去了 然后病情开始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 最后他过世的四天前 五天前就打电话给他 那孩子说 妈妈 孩子很辛苦 妈妈你有没有祷告啊 有没有什么 哎呦 有我有祷告 就这样了 然后这个电话一放之后 下一次再接到他的电话 是他已经过世了 就是这样了 然后他很痛苦 他问我母亲帮 我妈妈有没有得救 我妈妈有没有得救 我只有这样 只有两次的机会 这样见到他 因为我传的时候 我也不懂我传什么 就是这样讲了 他问我的时候 我很诚实说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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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实在是有些东西是 只有上帝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如果你的母亲 能够在他过世之前 他有机会听到福音 然后他在五天 他要过世之前 告诉你 打电话给你 你用你能告诉他的 你告诉他 这已经是恩典 那剩余的 你交托给主 但是呢 你现在还活着 你的父亲还活着 你的家人还活着 你要为他们活 你要在他们有机会的时候 把这个地狱的事实告诉他们 然后你告诉他们的时候 不是你头脑懂的 这天堂地狱的事情 怎么能够头脑懂的东西 人永远灭亡的事情呢 是人知道 起码心里有一个迫切 原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事 最急需的事 然后告诉他们 不管你信不信 你要知道有天堂地狱 这样讲 如果各位 现在还活着 有机会接纳 这个救恩的时候 或者你的父母亲 还活着的时候 请你祷告 因为神 拆他儿子来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 因他得救 这是上帝的花了 所以我们说到这边的时候 那我们要问 一个问题了 现在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财主会下地狱 他下地狱的 究竟的理由在哪里 各位看 他是不认识上帝吗 各位看 他不认识上帝吗 这个财主很奇妙 这个财主的故事 要讲一样东西 各位看这个财主的故事 第十九节 再看多一遍 那拉撒路为什么上天堂 各位看 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那时候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何等的有钱 何等的风雨 然后他得到这样的顺利安康风雨的时候 他天天奢华宴了 很奇妙的 他天天做的那个事 证明他的方向 他人生的追求 他所真信的是什么 所以他天天这么做了 又有一个讨犯的 名叫拉撒路 浑身身窗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刚好在他的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桌下来的零碎冲击 所以这个冲击吃了掉下来 有时他出去吃巧克力的时候 这个巧克力跟着他的口水掉下来的时候 他就吃这个东西 可能是这样 就零碎 对不对 然后并且狗来填他的藏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 很强调的一个东西 然后二十五节 他就喊 亚伯拉罕说 二十五节 他痛苦的时候 亚伯拉罕啊 亚伯拉罕 然后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该回想 你生前想过福 你想过福 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这是什么意思 以前我读这个经文 我也不太理解 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 拉撒路 这个先讲财主吧 财主为什么下地狱啊 是不是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违背良心的事 特别他做财主的时候 贪污 杀人 对 抢人家的老婆 好像这样 所以呢 他这样的人就应该要下地狱 诶 这个经文没有这样讲 反而他在地狱里面的时候 他是很关心他的兄弟 因为我的兄弟 不要让他们来这个地方 我说呢 其实呢 他是没有讲到 他是做伤天害理的事的人 没有 没有这样讲 但是另外呢 这个经文也不是说 各位注意听 这个经文也不是说 你很有钱 很安康 很富裕的人 下地狱 这个经文其实也不是这样说 圣经从来没有反对有钱人 有地位的人 圣经没有反对 因为亚伯拉罕 大卫这样的人 都是有钱 有富裕的人 但是各位请注意听 但是这个 这个经文要强调的是 这个富裕的人 富裕的财主 看他天天生活的样子 他人生的目标 他所追求的 他的向往 如果是重生得救的 信主的人 他不会这样活的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他不会这样 虽然他叫亚伯拉罕 他认识亚伯拉罕 信心之父 所以想必他也认识 亚伯拉罕的上帝 对不对 然后也可能 主日的时候去教会 敬拜神 有 对不对 一定有的 不然他不会叫亚伯拉罕的 他不是 不是我们非信徒 现在你听了福音之后 什么耶稣 什么上帝 拒绝 不是 他是知道耶稣的 知道圣经里面的伟人 彼得 雅各 约翰 保罗 这些都知道的 也读过圣经的 可能是这样 但是他天天活着的样子 是这个东西 他外面很奇妙的 他外面有一个蒙恩的人 他外面有一个蒙恩的信徒 但是极其的落魄 在他的外面 跟他无关 就是也没有想要恩待他 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然后只有这个零碎 就好 然后他天天设计着 他的人生 他要走怎样的道路 要赚多少的钱 要再买怎样的房子 怎样的车子 然后孩子要上怎样的学校 然后我要移民去哪里 然后我要发展我的生活 他天天追求的是这个东西 然后天天设化验了 就是财主的样子了 然后我是知道亚伯拉罕 我知道亚伯拉罕的上帝 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但是他去到天国的时候 不是去到天国 他眼睛闭上的时候 那一天他发现 原来不是天国 他是发现 他在永远痛苦的那个地方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 我们主耶稣说 人若不重生 不能近身的苦 你收习了吗 不代表你重生 你做觉知祷告 不代表你重生 但是你现在 你生命里面的真正的信念 你的所愿 你的欲望 就告诉你 你是不是真心的 我跟各位说 我这次去中国的时候 我住在一个姐妹的家 一天就一天 我去的时候 这个姐妹真的很有钱 她每个礼拜也去教会 她有两个孩子 在美国最好的大学留学 两个孩子 人梦寐以求的 各位都知道 你去中国的时候 天气空气污染 吃的东西也是 有人家说地沟油 从这个地上抽出来的 你看到菜滑滑的时候 你要小心 你在吃地上里面的油 然后这样子 我们还是这样子 但是我去到她的家的时候 这个家是皇宫 这个家是皇宫 我一进去 为什么这个家的空气这么好 因为我的家里哪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设备 那个 air purifier 从 Sweden 一个七八千块 每个地方都有 每个地方都有 所以这个家你一进去的时候 什么PM 什么2.5 什么这个东西 绝对进不来这个家 然后呢 她的家 我去的时候 有一个女佣 还有一个gardener gardener是什么 做花园的 什么 园丁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司机 所以她司机来载我们 那 她的丈夫 跟她都受洗了 但是我跟她的丈夫一讲话 我知道她丈夫没有重生 没有重生 她的关注 关心 讲的话题 全部 跟上帝 跟永恒 没有关系的 那我去的时候呢 的确很舒服 她给我吃的 然后牧师 明天要不要 我叫一个按摩的来给你按摩 我说 不用 我就在这个地方 一个晚上 还有几个钟头 我要跟你说话 我这样说了 坐在餐桌上吃的时候 这个全部的餐具 是酒店 酒店式的 酒店 连泡咖啡的汤匙 有一个 吃东西的 有一个 还什么东西 都全部有 我说这个 哇 你天天在酒店吃饭 她说对啊 你看 中国的食物 空气也这样 我们在这个家 天天有酒店 好像这样的光景 太好了 这样 然后 另一天早上 我就 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给她的时候 她说 我给你看 我下一栋要买的房子 是什么 她就给我看 这个房子呢 本来要买的 后来这个不好 没有游泳池 再买多一个 这个你觉得怎样 她就给我看了之后 好 一两个小时 全部讲这个东西了 然后我问她一下教会的生活 有时候我做食物去教会 教会人很喜欢我做的食物 我就去祝福他们 做这些东西 很喜欢 就是这样 然后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跟她开玩笑说 我是开玩笑 我没有办法讲什么 我说 姐妹啊 你这样生活的时候呢 将来你上天堂去的时候呢 你是做waitress的 我是在餐桌吃饭的 像我这样的传道人 可能我是住在皇宫里面 你是给我做gardener 那个 她说 不用紧啦 我可以上去就好了 就上去就好了 就是这样 实在是这样 实在是这样 然后我要走的时候呢 因为我住了她的家 我得到她的祝福了嘛 对不对 我一定要跟她讲完这句话 我要走的时候 最后只有两分钟 我跟她说 我说姐妹 如果你真的相信 你是会去天堂的 你真的相信的话 那我告诉你 你今天开始 你要思想你的人生 你每做的 每一件事情 你策划的 你的决定 你的选择 你用你身上的 一切的资源 一定要跟你将来 要去天国的事情 有关系 我讲到这边的时候 是啊 该走了 该走了 就是这样 送我走了 就是这样 其实我心里面 何等的怜悯她 归我何等的怜悯她 我心里面想 我不是上帝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 重生得救 我不知道 她的配偶肯定 没有重生得救 但是她有没有 我不知道 我想到她有没有 重生得救 这个是给我一个问号 对我来讲 我只能说 这是一个问号 因为她口里面 都说上帝 她也 做的有一些东西 做的有一些形式 是好像有上帝的 但是现在她的人生目标 她所追求的 她所向往的 天天吸引她的心的 是跟天国没有关系 然后我可以上去就好 各位问 这个财主是不是这个样子 各位问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我不是上帝 我在讲 我在讲 为什么财主 下地狱 为什么财主 其实很多人 都说 我已经去信了耶稣 我已经做了决志祷告 你看我有一张卡 出来 我给你们看 某年某月某日 我做决志祷告 我要上天堂 我不会下地狱的 真的吗 你怎么知道 你做决志祷告是真的 我很诚恳 我很诚恳地做 我跪下来做的 谁说的 你诚恳吗 你们懂什么叫信心吗 什么叫信心吗 信是重生了 所以圣经说 你若不重生 不能进神的国 重生的信 并不是你诚恳的信 不是这个 You must be born again If you are not born again You will not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这是上帝的话 这是上帝的话 重生 各位问 各位收习了多久 各位现在人生里面 你追求的东西是多少 什么东西 但是我跟各位说 上帝是怜悯我们 上帝把祂的道给我们 现在我们看了财主的时候 我们现在看拉撒路好吗 我们看拉撒路 拉撒路的生命 有些人可能要问 拉撒路的确是蒙恩的 拉撒路的故事 现在我讲 我简短讲 不是你可怜的人 就可以进天国 这个地上很多可怜的人 没有进天国 所以拉撒路斯 认识这位上帝 也为这个上帝活 的确是的 起码 祂是已经重生的 所以祂才能进天国 那么现在 有些人问 那为什么这个去天国 这个拉撒路斯 重生信上帝的人 为什么祂在地上 这么痛苦 信耶稣的人 能够信到这样吗 很多人会问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呢 首先呢 各位要先明白 一个人能够进天国 跟他地上 卑贱 贫穷 没有关系的 各位没有关系 各位先要明白 没有关系 这个人是被 这个外在的条件 来欺骗的 所以有时候呢 人不懂心灵里面的事 就看外面的被欺骗 原来 人的内在的生命 人有没有真的重生 生命归向主 是看 他里面 就上帝知道 所以跟他外在的条件 没有关系 那么现在为什么 这个上去天堂的人 地上是这么痛苦呢 那我读过很多的书 这个地方 很多牧师有解释 但是大致上来讲 是两个解释 有一些人这样解释说 一个信主的人 他会遇到这样的痛苦 可能这个拉撒路 他是虽然信了主 但是在地上 一直犯罪 违背上帝的话 好像罗德 爱这个世界 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 所以上帝惩罚他 所以他家人也失去 健康也失去 钱也失去 什么都没有 所以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必定会管教 所以接着他的管教 他遭受这个东西 但是这样的说法呢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的确不知道 因为这个经文里面 没有这样讲 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 我觉得比较 比较 比较贴切的 我也觉得比较真实的 就是什么呢 上帝呢 在拉撒路身上呢 有一个呼召 在他的身上 上帝许可了这样的痛苦 一个强调 许可了这样的痛苦 然后把这么痛苦的人 这么有病痛 这么凄惨的人 放在财主的家门口 不是很远 不是另外一个城市 是在他的家门口 他每一天出门的时候 必定会看到他 他的五个兄弟 还是几个兄弟 每次来party的时候 宴会的时候呢 必定走过拉撒路 所以全部都认识他 全部看到 各位注意听啊 人的苦难本身是一个信息的 人的苦难本身是一个启示来的 各位明白这个意思吗 人的受苦 各位你在你的烟烂里面 享福 然后很自满 这个精神 你要赚取的 得取的 怎样的成功里面 忽然间你听到你的亲人 有一个得到癌症 忽然间你听到飞机 就两百多个人 忽然间不见掉 失失了 忽然间你听到 那个船沉了 忽然间好几百个人 伤命了 忽然间你在 吃得快乐 玩得快乐 追求这个世界快乐 忽然间你听到这个的时候 各位你心里有没有震撼 你心里面 其实你心里面马上 哎呀 人真的脆弱 人的生命真的短暂 人动不动就病 人的生命 一切都很好 忽然间变成这个样子 忽然间很幸福的家庭 完了 全家人不见掉了 或者 其理止善了 忽然间 所以 这个人的苦难本身 为什么上帝 许可 这个地上有时候有苦难 有一些意外这样发生 最近很多意外 对不对 很多意外 就发生的时候 叫为这个世界来自满 为自己的人生自满 然后从来没有想过 永生的意义的人生 忽然间想到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不一定有永生知道 不一定 人死之后是去哪里 现在为什么活 起码来到这个地步 所以这个拉撒路是 上帝用他的人生 成为一个启示 各位理解吗 用他的苦难 成为一个启示 你看到连这个人的仓 狗都来填的时候 你吃得这么愉快 然后 飞机思思一下 哇 还好不是我 或者我的家人 老天爷保佑 感谢感谢 难道这样吗 然后听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就一下子 可能找不到 五天找不到 十天 两个礼拜找不到 没有了 一个月 不懂他们去哪里了 现在我们来看 多一栋房子 这个房子应该买 四个房间的 还是五个房间的 还是有没有游泳池的 就是这样 各位理解我现在要讲的话 为什么各位笑 其实我讲很严肃的事情 我讲很严肃的事情 这是在末世时代 人的生命继续走向 走向末世的时候 各位在网站里面 能够看见这个世界的荣华 这世界很多的 人的成就 人的成功 然后激动你的心 要积极 要向上 那时候呢 其实你忘了 一撒那间 全部没有了 所以圣经是讲 他们两个的例子 然后有一天 他们死了 有一天他们死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拉撒路 拉撒路是一个信息来的 他的整个的人生的痛苦 那个苦难 成为他旁边的人 旁边的时代的一个警告来的 所以 所以亚伯拉才这样说 你生前想过福 你想过福嘛 然后呢 在这个想福里面 这个安康里面 有一个人在你的家外面 上帝一直给你信息 但是你没有感动 上帝跟你说 人生短暂 然后你要为什么而活 没有感动 你想过福 拉撒路倒受了苦 现在他得安慰 你倒要受痛苦了 因为你不回应 那位呼召你的上帝 所以各位不要问 为什么地上有苦难 各位知道吗 如果你旁边的人有苦难 上帝爱你 真的上帝爱你 上帝是一直告诉你 你回转 你回向我 有永生 有赦罪之恩 上帝的声音是这个东西 我昨天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其实我吃不下 我心里面实在是吃不下 因为我今天要讲这个东西 其实我现在讲的是 很多我看我们当中 可能不是第一次听到耶稣 如果你第一次听到这个耶稣的信息 你听到神的救恩的信息 你要知道 今天你能够听到是神的恩典 你下一次你能不能听到 我不知道 但是神教你能够听到 在这个Holiday的时候 你能够来到教会里面 但是很多呢 是去教会的 然后他们骗自己 说自己信了 因为有去教会 有赞美耶稣 但是其实看他的人生的方向 指向追求里面 其实他真的信吗 他真信了吗 这是一个问号 所以上帝才讲 拉撒路跟财族的故事 如果最近这些新闻 各位看了之后呢 就当作一个 那个entertainment 消遣一下 然后很开心 看了之后 然后完了之后呢 就还好 不是我 那以后我坐飞机要小心 或者坐轮船要小心 只有这样来认识 现在这个地上的灾难的话 各位要悔改 实在是要 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的人 你更是要悔改 这是神的声音 最后 我跟各位说 那最后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已经 是已经重生得救了 你真的知道 肯定你是拉撒路的 你知道你是为国度活的 但是我今天呢 再次要给你一个挑战 因为有很多是 真的也起码 我如果不是重生的 我不会 曾经受过很多的苦 也持守我的信仰 也不会到今天 你身上真的有一个证据 你已经是被主得着的人了 我相信这里很多人是 今天这个信息里面 给你最后一个呼召 各位要听得到 最后各位看 财主怎么说 第27节 财主说 我主啊 即使这样 求你打发拉撒路 到我家 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现在他在地狱里面 很奇妙啊 他在地狱里面 我既然不能成为定局了 我是永远要灭亡了 现在他说 现在请你帮帮我 我的弟兄 他还没有信 叫拉撒路可以对他们作见着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 他说 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的 他们必要悔改 亚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各位 这个财主在地狱的呼声 有一些牧师把这个叫做 地狱的呼声 地狱的呼叫 呼求 我们很少听过这句话 地狱难道会呼求 地狱会呼求吗 这是什么意思 地狱的呼声的意思就是 一个人 他进到永远的灭亡 进到永远的灭亡 所以各位不用想 我的父母有没有信 我的公公婆婆有没有信 我爱的人有没有信 其实你不用想 我现在告诉你 如果他在神的手中的话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你不知道的 可能有福音的使者 跟他传了 可能你所爱的人 曾经昏迷了 你跟他传了福音 他在昏迷里面 其实耳朵最后就还能够听到 他的心灵里面反应 他得救 感谢赞美主 他在天堂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我跟各位说 如果不是 他是像这个财主的话 现在这个财主 在地狱里面的呼声 他的呼声 一般上如果我们 我们遇到最痛苦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要怎样 请死亡死的时候 叫全部跟我一起死 对不对 跟我一起埋葬 但是呢 那个是还没有 他还没有经历地狱的苦 如果一个人 真的经历地狱的 那个极其痛苦呢 他是不愿意任何的人能够下地狱的 神是不愿意任何人 所以他马上想的是 不是兄弟们 兄弟们 绝对不愿意他们来 不愿意不要来陪我 绝对不要这个东西 有些人说 我要去陪我死去的 我所爱的人 这个是欺骗的 这个是你用情感来想 你不知道地狱的恐怖 所以呢 就不要叫他们想 这是第一了 所以他有一个呼声 第二呢 但是现在 他虽然有这个呼声 但是第二 他想用的方法 他想用的方法 所以他已经进到地狱之后 他还没有搞清楚 传福音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他认为的方法是 只要 如果我的家人 看得到神迹 他们一定会醒 一定会醒 所以呢 拉撒路 他明明 每一天 我的兄弟们走过 看到他 有一天死在路上 然后呢 死了 把他埋伤吧 如果现在 这个拉撒路活起来 有这个神迹出现的话 他们必定会醒 所以这是那个地狱里面 没有信上帝的财主 他还没有弄清楚的 原来人信主 不是看神迹才信的 你信耶稣 耶稣给你钱 你信 你信耶稣 耶稣给你健康 所以你信 如果你得到这个东西 你才信 你要问 你真信了没有 所以 人信是什么 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 他们有这本圣经 这本圣经讲的简单 三个信息 第一 告诉人 天堂地狱的存在 第二 告诉人说 人的生命的短暂 人的无能 甚至人的罪 人是无能的 这个地上里面 你有什么 你夸耀 明天你会失去的 圣经是 就讲神的伟大 人的伟小 也因为人的微小 人的无能 一生的痛苦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的 所以上帝 接着耶稣基督 祂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这是第三个信息 接着祂来 才能够到父那里去 这是第三个信息 圣经浓缩起来讲 有天堂地狱 人的堕落无能 第三是什么 所以上帝赐下救恩 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有真理生命 跟从祂 接着祂 才能到天堂去 三个信息讲了 然后这个圣经里面 不但是讲一个道理 当圣经的话讲的时候 有圣灵 各位听得懂吗 有圣灵 现在牧师讲的是真理 但是里面有圣灵 很迫切地讲 真的相信 天堂地狱的这样讲 那时候呢 如果神的话来 圣灵来 人抗拒的话 就算再给他看到神迹 他也不会信 因为他再看到神迹的话 他会说 虽然是有时候 但是可能呢 我的病好 是不是那个医生的医术很好 可能会这样想 我祷告了 找到工作 以前是很需要工作的时候 祷告祷告 上帝给我找到工作 可能我找到工作 也是因为我的 我的读的书很配合这份工作 或者我的面试很好 所以老板看上我 这是过后 你看了神迹之后 你心里面必定会起一个不幸的意念 很奇妙的 人的这个不幸的灵 就是这个东西 可能是这样 或者是那样 绝对不是神 这样的事 所以呢 神说他们有摩写 可能如果他们看到拉撒路夫 那时候就看到他躺在地上 然后把他拿去埋葬的时候 可能有人把他还没有死 有人把他拿出来 所以现在来骗我们 可能他们会这样想 所以不幸就是不幸 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 只有神的道讲的时候 你们看见 真的人是微小的 人是短暂 人是脆弱的 所以上帝把恩典赐下 赐下他的独身子 听了之后 我愿意接纳 我谦卑我自己 领受神的救恩 那我告诉你 这救恩领到你 这救恩领到你 这是第一个信息 我要告诉各位 绝对不是用这个地狱的方法 神迹的方法来叫人信 第二 第二个 我最后结束 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句话是 有一次唐崇荣牧师讲这个信息的时候 在布道会 唐牧师各位都认识吧 他说一句很重要的话 这个不信上帝的财主 现在在地狱灭亡 在地狱里面不信神的财主 都会为他活着的兄弟们着急 如果你们不传福音 如果你们为你们所爱的家人 你就为他们 就给他们吃 给他们喝 带他们去旅行 但是你从来没有想到 要把他们带来教会 或者跟他们传福音的话 你是连地狱不信神的财主 唐牧师在特会的时候 他这样讲 我心里面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实在是阿门 如果你认识天堂地狱 如果不是在你的头脑的话 天堂地狱是真的在你的心灵 进到你的心灵的时候 必定成为你的迫切 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了 天堂地狱不是头脑懂的 是你心里的急迫 如果你没有那个急迫感 你传福音的时候 那个不是福音 那个是道理 如果你有那个急迫感 无论怎样 你的家人 骂你也好 耻笑你也好 还是怎样 就是你要信你去信了 我死好了 我去地狱 你去天堂 甚至他们这样讲的时候 到一个地步 刚硬到极限的时候 你会怎样 你最后 主啊 那叫我成为一个拉撒路 我在他们旁边 可能我受一些苦 为他们的缘故 我受有一点吃亏 有一点凌辱 或者怎样 也用这个殉道人的血 对不对 用这个 用我的迫切 我的苦难里面 来教圣灵你做工 你怜悯他们 各位理解 就好像斯蒂帆 他的死 叫保罗 就刚硬的人 极其刚硬的 就是能够被圣灵光照 所以各位 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工作太忙 最近 烦得不得了 老板什么给我 什么 人生 这么多东西要忙 什么 想到家人就 什么 不去这样 什么教会 他们要信会信的 就是这样 所以你连那个财族都不如 所以这个意思了 所以我们 我们 受难节里面 其实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 有一个事实 有一个事实 对不对 神所说的 如果你把这个事实 放在心中的时候 其实你现在 胆量是来的 各位知道吗 我昨天晚上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跟我的妻子说 其实我睡不着 因为我要在新加坡讲这个 如果我现在在农村里面讲这个 因为农村里面 我在中国的农村 很多人都很痛苦 天天日晒 雨淋 皱纹全部出来 这边有病 那边有病 医生都不能医的 要死了 听到耶稣 太好了 为什么有点信呢 现在这里大家都这么舒服 开大汽车 冷气 住洋房 人生里面有满满的理想 要怎样成功的时候 我要讲这个信息的话 这是不一样的 各位理解吗 这是不一样的 我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没有一个人起来 成为这个时代的 一个代言者 没有一个人听到 这个地狱的呼声 没有一个人传这个天堂的福音的话 日子慢慢过 心慢慢冷淡 然后很多在教会里面的 他们说他们信 原来根本没有信 当日子一过了 财族跟拉撒路的事情 又会出现 尤其是族快来了 所以族的受难 最后我再说两样东西 第一 上帝的受难 把他所爱的人 从地狱 地狱的咒诅拯救出来 第二 他的受难 是激动那些所信的人 不要糊涂 不要不冷不热 不要传福音 从你所爱的人开始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祝我们感谢你 祝我们感谢你今天 祝你用你的道 跟圣灵感化他们 主 这是你的道 这是你的呼声 主 另外一个 主啊 我们当中 有很多很多 或者 也可能 我们已经很久 遗忘 你的恩典 但是 是你的儿女 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一直纠结 好像一来都是 在这个地上受管教 也不喜乐 主啊 这个证明你爱他们 主 你要把 真正的祝福赐给他们 唤醒他们 叫他们醒过来 发现 主啊 原来 天国是很快会来的 所以 主 今天你的话 在一起激动我们 让我们所懂的圣经的话 不要成为一个道理 因为这个地上 已经太多的情报 又欺骗了我们 但是让我们 明白 有始至终 主所定的一个原则 有天堂有地 但是 主啊 你预备了救恩 主 叫人来到你的面前 的这个事实 成为我们一生的信息 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 归给你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